Hello 大家好 我是焦图链小姐 Jennifer 当市场进入熊市之后 那留下来的其实都会是一些比较有实力 或是有创新能力的团队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什么 这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来尝试 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啦 或是埋伏一些新的项目 那甚至是可以趁这个时候 去了解一些区块链的实用性 大家都知道啊 市场是轮动的 而且是很难以预测的嘛 所以呢 先准备好的人呢 肯定是不会错的哦 这个市场呢 是不会辜负准备好的人的哦 那今天呢 就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NFT的新的实用性哦 那甚至是带来一个新的 就是代币生态圈的项目哦 那这个项目啊 就如同画面上我们所看到的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Capture App 那今天这一集啊 除了Jennifer会带着大家 就手把手用简单的方式 把你每一天可能水手拍 或是有一些朋友 就真的很会拿手机拍照的 那我会带着大家 就是直接把这个照片上链 并且呢 上架到这个OpenSea上面去哦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 Jennifer还带来了 无敌无敌多重好康来给大家哦 所以呢 如果说你在看Jennifer的影片同时啊 你就立即用影片下方的 这个推荐连结 来下载这个Capture App 来注册这个Capture App 那你就有机会来获得 Jennifer为大家 所特别争取到的 加码的这个加密货币哦 那甚至啊 这一集除了会让你去学到一些区块链的知识之外啊 还有总奖金高达500USDT的奖项 要来抽给大家哦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介绍的这个App呢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Capture App 那光听名字啊 我们就知道是说啊 它其实是一款拍照的App 那在介绍这个App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来介绍一下 这一个开发这个项目的这个公司哦 那他们是谁 他们的名字呢 就叫做Numbers 那Numbers呢 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呢 现在啊 其实人手一只手机嘛 甚至有人还有两只手机等等之类的哦 那每天我们都会拍很多很多的照片哦 但是呢 却发现了一件事情哦 每一天 其实有超过250万张的照片 其实是被偷去使用哦 甚至是被篡改之后 滥用的哦 那这个照片的归属权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判断哦 Numbers 他们就是想要来解决这一件事情哦 所以呢 Numbers他们就提出了这个解决方案啊 他们的方式是怎么样 他们的方式是说啊 就是使用这个区块链 不能被篡改的特性 去生成这个照片的所有权证明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roadmap 他们的roadmap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哦 是说Capture App呢 就会是他们的第一步哦 那之后啊 当然还会有衍生出来的更多的API 要来开放给就是第三方去做使用哦 所以说如果说 你是有想要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话呢 那其实你也是可以来跟Numbers来做联系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umbers 他们这个团队哦 他们这个团队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哦 他们背后的投资人也大有来头 我们来看一下有谁 这个背后的投资人啊 哦有看到是Practical Lab跟币安哦 那他们呢 其实也有拿到YouTube共同创办人Steve Chan啊 还有Tweet的那个共同创办人的天使投资哦 那当初啊 Jennifer其实会认识到Numbers啊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Jennifer有去美国参加NFT LA嘛 那在NFT LA上面呢 他们可是主要的赞助厂商之一哦 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啊 Numbers他们其实是一个相当相当认真 而且呢 背景基础都已经有了的一个团队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Numbers 他们其实自己有发行代币哦 那这个代币的名字呢 就叫做NUM 那目前呢 这个NUM呢 在那个Coreed Market Cap上面是可以找到的 那目前NUM呢 是多少钱 0.1美元哦 那目前有上哪一些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他们有上的交易所 我记得蛮多 哦对 他们有在火币啦 Cocoin啊 Gets啊 或是抹茶上面都可以找到NUM币哦 那如果说有朋友想要来买这个NUM 却还没有这些交易所的话呢 Jennifer会把就是推荐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叙述的栏位 大家可以自行取用哦 那NUM的使用方式啊 等一下我们会来跟这个Capture App 一起来做介绍哦 好 那回归到这一次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个Capture App 聪明的人啊 可能就已经猜到了哦 就是呃 这次是已经有代币的嘛 所以呢 代表说 诶 他们是已经有经济模型的 所以呢 像现在啊 什么什么To Earn 非常红哦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稍微 想象成Capture To Earn 也说不定哦 但是呢 拍照的App其实很多哦 那Capture App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哦 让Jennifer会想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这一款App呢 它其实是可以让你拍的照片哦 变成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履历的照片哦 那甚至是可以帮你上链的哦 那这原理是因为啊 Capture App啊 它其实是使用了Adobe的内容真实性倡议哦 那这是一种就是把这个呃 原数据砍入照片的这个呃 媒体资产的一个标准哦 所以当你拍照的时候啊 你不仅仅是会创建这个照片哦 那你同时哦 你还会创建这个基本的一些 就是数字的讯息哦 来就是呃 反映说你这个图像的一些 就出生的履历啦 譬如说像是他拍照的时间啊 拍照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区块链的记录啊 以及所有权哦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照片在网路上去做分享 或是转手的情况之下啊 这个照片的信息 它也会跟着这个照片被保留下来哦 那我们可以说说 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妥善 确保这个照片的真实性哦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哦 未来啊 其实NFT的应用范围 会更广泛哦 那大家每一天都拍照 很多人都会拍照 那自己拍的好照片的话 更应该被受到保护哦 那Capture App呢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存在哦 那更棒的地方是哦 更棒的地方是 Capture App呢 它其实是可以 让你非常的简单 就上架到这个OpenSea上面去的哦 它是有串好的 那整个过程啊 非常的快哦 从你开始拍照到你真的上传到这个OpenSea上面啊 其实不到五分钟哦 那放上这个OpenSea的流程啊 也变得非常的简单哦 那你的这个NFT啊 放上这个OpenSea之后啊 你会出现在以太的侧链 就是Polygon上面哦 那整体的花费的这个费用啊 其实是不到两美金哦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哦 好 那今天那Jennifer啊 就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来进行注册 然后进行拍照 甚至是上架到OpenSea上面去哦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用这个Capture App就可以了 那如果在这个Capture App里面呢 我们可以教训说 它所有的买卖的行为 其实它们都会用这个Nomb币来做计算哦 那当然呢 这Capture App里面呢 它其实也是有Marketplace的 如果说你打开这个App之后 你可以在主选单里面看到一个Capture Club 那这个就是它们自己的Marketplace 那你当然是也可以把这个 你的照片在这个地方去做贩售哦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它们就是用Nomb币去做计算的哦 好 那我们这边也先讲一下哦 就是在Capture App里面呢 它们会有两种钱包哦 这两种钱包 一个是完整性钱包 一个是资产钱包嘛 那如果说这个Capture App里面的钱包 就是资产钱包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资金 去转移到外部的时候啊 那你就必须要用这个完整性钱包 来进行转移哦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边呢 Nomb它其实走的是BEP20的链哦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要打Nomb过来啊 或者是把Nomb打出去啊 主张类型请你要选择的是BEP20哦 好 那接着呢 Jenifer就会带着大家 从注册啊 到上架 你的照片到OpenSea哦 直接来进行一次哦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用Jenifer在影片下方的推荐连结来下载 然后并且做注册哦 那请大家一定要用Jenifer的连结做注册哦 因为好康只有这边有哦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要怎么样来注册这Capture App 以及要怎么样上架到OpenSea上面去 好 OK 那我们打开这个Capture App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主选单的下面呢 就有一个拍摄的这个相机的符号嘛 那如果你想要拍摄的话 就按下去就可以了哦 好 针对于你想要拍的地方哦 来我们来拍 这就是Jenifer的Fairbrick 是新世纪福音战士的 好我们按下去之后 其实按下去之后 它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动作哦 有这些小小bug 但是基本上它其实蛮灵敏的都有在拍哦 那我们再靠近一点再拍一下 好 OK 刚刚我们拍摄了两张 我们来看一下哦 它其实这两张照片就已经在上传到区块链上面了 动作非常的快啊 这么就是瞬间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说在这个地方 诶 我们的这个照片里面 它的资料其实都已经登陆在区块链上面了 譬如说我的名字啦 或者是我拍摄的地点啦 我拍摄的时间啦 以及就是这个是Numbers的一个 就是生产的履历 它的一些数位讯息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数位讯息的部分哦 其实就是非常的完整哦 我们来看一下 详细的 详细的资料其实都在上面哦 非常非常的完整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我这些讯息 譬如说可能有一些哦 就是我的生产履历啊 等等等等之类的 还有owner是我 非常非常的清楚哦 那这边可以来编辑这个标题 那其实这是让自己可以好识别啦 那这Jennifer可能就先打一下这样子 好OK 好接下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只要 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上架到OpenSea上面要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哦 大家就只要看到右上角的部分 有三个点点嘛 那三个点点你就按下去之后呢 按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主选单里面呢 有非常多种哦 按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主选单上面有非常多种哦 比如说下面有一个网络动作 那你按下去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是说 就是很多的选单 那选单部分的话 里面就有一个List to OpenSea on Polygon 你按下去之后呢 那你这边你就可以先随便打一个 比如说打一个J2 OK 好打了之后呢 接下来他就会让你去确认说 哦那你需要花多少的NUM 那这边是用NUM计算的嘛 那这边呢 只要两NUM就可以了 好按下确认之后 其实呢 你就成功送出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哦 那接下来就只要回到主画面去 那你回到主画面去之后 如果说你想要看你动作的话 你就可以按这个回溯的这个 好像是活动记录的符号 按下去之后呢 他就跟你讲说 哎你做什么样的动作 像刚刚我们已经送出了嘛 送出成功之后 我们也交费成功了 我们就等他 他其实动作非常的快哦 非常非常快 我们来看一下 多快我们就可以 来看看我们是否已经 列在OpenSea上面了呢 好我们等他一下 当然这边啊 你要确保你的账户里面是有NUM的 哦已经成功了 是不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 就可以看到是说 哎我们的这个OpenSea上面 的这个连结已经出来了 好 这个特辑是Capture Club NFT Version 3哦 那我的编号是145号 我的照片其实是已经列在上面了 虽然说现在可能还在动作中 所以他的图片是还没有出来的 但是呢已经取好了 所以基本上他已经在这个Polygon上面 就是在这个OpenSea上面 这是没有问题的哦 好这上面其实也有非常多 大家的一个照片啦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来看一下说 哎就是大家都拍了什么样子 有趣的东西哦 那Jennifer刚刚的那张照片是145号哦 很有趣 那当然如果说各位朋友 你们已经就是在那个 OpenSea上架好之后呢 也非常欢迎你们把你们的照片的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 续续的栏位哦 让我看看说你们都拍了什么样子 很不错的照片 好 那用Capture App上架OpenSea 是不是很简单啊 那今天呢我们都有提到是说 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嘛 所以呢我们就一一来为大家做介绍哦 那活动一是这样子的 活动一的话呢 你只要用Jennifer的推荐连结注册起来 那并且呢你必须要来通过这个 Email跟电话的验证哦 那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拿到Bahnum哦 那每一次执行到OpenSea上面呢 大概会花五Num左右嘛 那如果说你拿到Bahnum的话呢 代表是你可以执行至少是一次 上架到OpenSea上面去嘛 那今天呢用Jennifer的推荐连结注册起来 还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是说你可以再多拿到三Num哦 所以代表是说你如果多拿到三Num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执行一次 把这个照片上架到OpenSea上面去哦 那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用Jennifer的连结注册起来 因为你才有多一次的机会嘛 那这个多出来的加码桑那呢 会在活动结束之后 再统一派送到大家的 就是Capture App里面的钱包里面哦 所以请大家可能再注意一下 好那活动二呢 活动二呢是Capture App呢 这一次特别为了 就是Jennifer的粉丝啊 来办一个抽500U的 红包的活动来给大家哦 那活动方式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去完成这些任务就可以了 那我会把这一个活动的连结 放在下方叙述栏位 请大家务必要参加起来哦 那活动的时间并不长 请大家一定要在活动内就把它完成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康 那我们会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 来各获得100U 那总奖项是500U哦 好那今天的影片啊 就想要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相当有趣的一个App嘛 希望说透过这样子实际操作 上架到OpenSea的这个历程 让大家都可以更了解到 这个区块链 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应用的哦 那Jennifer认为啊 这个Capture App啊 就让这个照片 独一无二的这个概念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甚至说 大家都知道说 哎Instagram 它是有想要效仿的意思哦 那Capture呢 它是已经有NUM的这个代币 去做支持的哦 所以说趁大家现在 可能都还没有发现 这款App的时候啊 就赶紧用Jennifer的推荐连接 下载起来 可以做埋伏哦 那当然啊 你用Capture App 上架到OpenSea的这个NFT 你是可以去出售它的哦 所以呢 如果说大家 其实对于就是OpenSea上面 你要怎么样去 卖出自己的NFT 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Jennifer呢 之后可以再做一支影片 来给大家 那如果你是不了解的话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 留言给我 让我知道 你想要看更多的影片 好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加密货币呢 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哦 请大家要谨慎评估一下自己 对于风险能够承担的能力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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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